我们是军队 彩虹6号围攻是时下最火的FPS之一 每隔三月围攻就会迎来一次大更新 本年度的更新中包括了来自中国香港的赛季 因此无数玩家都瞧手以盼地等待着香港干员 经历了健康行动的跳票后 玩家们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香港赛季 写兰花行动 写兰花行动更新了两名防守方干员和一名进攻方干员 其中两位来自中国香港的特种部队特别任务联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飞狐队 另一名干员则来自波兰的特种部队 波兰机动反应作战部队Groom 进攻干员弹号硬两家两宿 特殊装备是烛光 一种能被固定在表面或当作手榴弹丢出去的一连串闪光炸药 硬带有特质的护目镜 不受烛光的影响 但仍会被普通的闪光弹或者Blitz的闪光盾致盲 硬可以选择T95轻机枪或6-12线弹枪作为主武器 Q-929手枪作为副武器 硬还可携带贴片炸药或烟雾弹 T95机枪载弹量高 换弹快 射速不出众 伤害低 出色的续航能力让它在火力压制和育苗时有着不俗的表现 威力 射速的不足则导致它对使用者的枪法要求较高 毫无疑问这是一把追求爆头的武器 想要压住T95并不难 推荐那些对枪法不自信的朋友戴上垂直握把和补偿器 6-12在一些较小的地图 例如总统专机也许能有不错的发挥 Q-929则是一把不错的高威力副武器 硬的烛光可以当作手雷投掷 或像Fuse的限射炸药一样安置在物体表面 但烛光不具备限射炸药的可控性 一旦装饰完毕就会直接引爆 玩家能做的只有延缓起爆时间 最晚是三秒后发射 此外烛光还能沿着地面滚出 可以穿过小车洞 ABS可以摧毁烛烛光 无论是尚未引爆的还是已经引爆的 后者需要更多的ABS才能完全防御住 铁丝网会减缓滚动的烛光的速度 而铜变铁丝网则会直接摧毁它 烛光在爆炸前可以被子弹摧毁 当然难度不亚于打中飞来的C4 玩家可以通过背对烛光来避免被致盲 因此对身处爆炸边缘或者掩体后面的人来说 烛光的威胁性并不高 而它对身处爆炸中心的敌人是非常致命的 硬的烛光真正强势的地方并不在于范围和数量 而是在于IN本人不会受影响 正因如此进攻方才能拥有极其宝贵的战术优势 总体而言IN是一个成功的干员 给进攻方提供了更多战术选择 但考虑到技能的特殊性和武器的劣势 需要枪法意识到位的玩家才能驾驭 换句话说不推荐新手使用 IN在各个地图的表现都能让他在进攻方的阵营中 占有一席之地 尤其是那些目标点直接与室外相接的点位 人质局中硬甚至可以在EMP的掩饰下连丢三颗烛光 然后拉起人质就跑 需要注意的是 在有大量掩体的空间较大的房间里 烛光可能无法很好的制满所有敌人 防守干员 代号Legion 两家两宿 特殊装备是古雷 这是一种隐形的毒气地雷 会注射限制敌人速度 并且对敌人产生伤害的化合物 Legion的武器配备为T5冲锋枪 6-12SD线弹枪两把主武器 副武器和IN一样都是Q929 可以携带冲击手雷或机动护盾作为道具 T5SMG冲锋枪可控性极佳 不论是射速还是威力都相当可观 近距离浇火泼水远距离浇火点射 对防守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力气 另一把主武器6-12SD是内置消音器的6-12 威力上没有变化 这把射速较慢的脸喷配合Legion的技能 在游走时可以有出色的发挥 Legion的副武器和IN一样都是Q929 Legion的技能骨雷共有7发 但在游戏开始时玩家只有一枚骨雷可以布置 到准备时间结束时还有一枚骨雷可以使用 一枚骨雷的冷却时间是30秒左右 Legion可以透过建筑看到自己所布置的骨雷的位置 骨雷的能见度较低 只有在直接与进攻方发生物理接触时才会被发出 而且只能布置在地面上 触发骨雷后的玩家视野边缘会变绿 但几乎不影响瞄准 真正麻烦的是触发后引来的防守方程员 此时需要注意的是骨雷会伤害人质 因此布置的时候需要跟人质保持一定距离 如果不拔出骨雷他就会持续扣血 直到触发者倒地 这时一旦再触发一次骨雷就会直接杀死触发者 将骨雷布置在距离目标点太远的地方没有意义 他真正应该在的位置是敌人的必经之路和目标点周围 在残局或交火中 金工方一旦踩到骨雷会给首方带来一点微弱优势 骨雷可以和其他陷阱搭配 尤其是夹子 利用骨雷可以秒杀倒地的玩家这一特性 首方可以布置出一个致命的陷阱 也就是将骨雷放在夹子的旁边 一旦夹子被摧毁这个套路也就失去了意义 因此并不推荐 骨雷目前最适合的用法是布置在游走的Legion附近 当有人触发骨雷时 利用Legion可以透过地图看到骨雷位置的能力 直接穿墙射击 Legion并不适合新手使用 毕竟同样是一个数据非常平衡 技能效果也并非必须的角色 新手完全可以去选择更好驾驭的Mute Frost 想要将Legion的技能发挥到最好 意识、经营能力、比赛解读能力 和对地图的理解能力都是缺一不可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会狗 毕竟一旦死亡 一切就都失去了意义 Legion更适合在小一些的地图使用 因为小图能让骨雷的覆盖范围扩张到大部分地图 相比之下那些大型地图中 Legion就只能在一些要道和目标点周围 布置骨雷进行游走了 但需要注意的是 地图小也意味着骨雷会更容易被EMP摧毁 本赛季第二名防守干员 代号Ella来自波兰 一甲三速 它的特殊装备是雷电地雷 一种可以固定在物体表面的感应地雷 会严重妨碍触发者的听觉 并造成眩晕的效果 Ella的主武器由Scopier Evo 3AE冲锋枪 FO12线弹枪可供选择 副武器则是RZ15手枪 可选择的装备有冲击手雷和铁丝网 Ella是一把非常强势的武器 也是防守方的武器中为数不多的 射速突破1000的枪械 推荐搭配补偿器和雷射 让这把枪在近距离作战时变得更加致命 因为Ella的光环导致Ella的第二把主武器 FO12线弹枪受到了冷落 但事实上 这把半自动线弹枪是全游戏目前唯一一把 能够装备延长枪管的线弹枪 搭配Ella那把自弹描具的手枪 其战斗力不容小觑 Ella的技能雷电地雷虽然是陷阱类技能 但却和目前为止出现的 包括Legion在内的所有陷阱型干员都不同 雷电地雷是非致命性武器 和女武神的暗影一样 虽然它叫地雷 但其实可以布置在任何物体表面 这就意味着它不会和其他的陷阱一样 被地形所局限 雷电地雷的触发范围很广 一旦触发后会发动无差别攻击 无论是敌人还是友军 甚至Ella自己都难逃一劫 所有人在任何距离触发雷电地雷后 所受到的影响都是相同的 包括Ella本人在内 Ella一共持有五枚雷电地雷 但其中有一枚只有在倒地时才能丢出 而这额外的一枚一旦丢出 将会百分百触发 由于雷电的触发范围广 有意隐藏 因此很多时候在雷电地雷 进入进攻方的视野前就已经触发 这时的进攻方的视野会在一瞬间内变白 仿佛到了闪光弹的有效范围内 不过很快就会恢复 然后进入类似被Echo的无人机命中的眩晕状态 视野变成浅绿色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不同于中了Legion的古雷或被Echo连续命中三次 雷电地雷会给触发者带来更严重的影响 受古雷或Echo影响的玩家并非毫无还手之力 前者在视野上的影响微乎其微 后者虽然严重得多 但是仍然有不少玩家还有一战之力 可雷电地雷不同 除了视野上的妨碍以外 触发者的视野移动速度也会变慢 在该状态下虽然仍可以射击 但因为视角移动变慢的缘故 除非敌人直接出现在触发者的面前 而且距离很近 否则也无力回天 朝强的武器配上这个技能和作为三速干员的A缆 其打野能力之强可见一斑 绝大部分情况下 敌人在Ella附近触发雷电地雷后都是必死无疑的 而雷电地雷除了布置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进行埋伏以外 还有多种用途 比如在知道室外敌人的确切位置时 直接将雷电地雷丢出窗外 触发后直接翻窗 将雷电地雷藏匿在进攻方打不到的死角 最常见的位置就是门窗的顶端 即使对方有IQ可以扫出地雷的位置 但只要没有AMP或者守雷也没有任何意义 此外还可以将地雷放在目标点的入口 在残局时埋伏敌人可以为己方带来巨大的优势 不客气的说虽然这是香港干员的赛季 但Ella的出现抢光了风头 毕竟紧身酷小姐姐美妮啦 新手使用Ella小姐姐也可以打出不错的成绩 但这是因为Ella小姐姐的技能和强力的武器带来的优势 如果放到真正的大佬手里 Ella可以发出双倍乃至数倍的作用 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彩虹六号围攻的 写蓝花行动中更新的三明星干员的测评 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干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